她好像在躲着我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去问过她吗 没有 可能 我怕听到最坏的答案 什么答案 她不喜欢我 我的确有色盲症 你真的是色盲症患者 不过我的色盲症是精英性的 并非生理性的 主要随心境的变化而变化 我考学的时候已经治好了 所以才会顺利考入 只不过最近的确有些反复 那你坦诚地告诉我 金讲化作 是不是你亲手做话 是 看得出来 你不是一个会撒谎的孩子 我相信你 那个 你得奖呢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 恭喜啊 我有话跟你说 你先放开 是你自己走 还是我抱你走 我跟你走 顾雅白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 非要弄这么大的动静 如果不是你非要躲着我 我需要这样吗 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毕社的模特我做不了 除了毕社模特的事情 我们就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聊的吗 你是不是讨厌我 我回去了 我这次找你是有事情 我这次找你是有事情 什么事啊 有人写信给座委会 举报我色盲 周五系里有个听证会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证明 证明金家的化作是我亲手画的 当然可以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证明的 你说眼睛不能分辨色彩 什么意思 美副统招 是不可能招进色盲生来的 我就问你啊 他讲那幅作品 是你亲手画的吗 是 你 你 一会儿说自己是色盲 一会儿说这幅画是你画的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小顾你现在的说辞 可没法说服人啊 先不 这幅金奖作品是顾叶白同学亲手一笔一笔完成的 这件事我可以证明 因为我是这幅画的模特 你知道他有色盲症的事吗 我知道 他之所以找我做模特 是因为我陪在他身边 他的视觉会有所好转 他才能够正常地运作他的色彩是吗 你是说 只有你在跟前 他才能够正常地运作他的色彩是吗 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一点心理医生可以证明 心性色盲发作的因素很复杂 可能对于顾叶白来说 我 我起到了一点恢复的作用 那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和顾叶白 是男女朋友吗 这个问题 跟听证会无关吧 各位老师 我对你们十分尊重 也请你们尊重我和我的朋友 将重点 放在论证话的真实性上 顾叶白 我并不是无缘无故地 问你这个问题 你要知道 如果陆游言是你的女朋友 那么她的证词 就有待商榷了 陆游言同学 请你回答 陆游言同学 我不是她的女朋友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你喜欢顾叶白吗 我不是顾叶白的女朋友 我跟她之间也没有任何感情上的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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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粹是为了帮助她 如果你们还不信的话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见她 喂 陆游言 不许白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 我也找不到她 我给她打电话根本打不通 赛琉说满世界找她呀 她在哪儿啊 我们再找找吧 还好我刚好给你打电话 不然护士啊 都不知道该找谁给你登记呢 谢谢你 周雪姐 你最近啊太劳心劳力了 估计没少熬夜吧 也没好好吃饭 医生说你严重低血糖 接下来你就好好休息吧 我 你 你先说 我 就是想告诉你 别人质疑你金奖的事情 你不要太在意了 我在意的不是别人质疑我的金奖 那幅画就是我画的 我问心无愧 金奖的归属 已经证明了我的实力 你 那你 我为什么要那么激动地跑出去 我在意的是 我在意的是 你对我的态度 你说 你说你不是我的女朋友 你跟我没有感情瓜葛 你是在帮我还是 还是 我 我 我本来就不是你的女朋友啊 你 你又从来没有问过我 那我现在问你 二十一号换药了 你是病人家属吗 我 书院时候看着点 血差点回流了 好的 你还笑 你还有三瓶葡萄糖呢 看着点啊 好 好 不过你在听证会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保定了你和她的关系 她应该挺伤心的吧 我也是怕林教授 拿这个作文章 就一着急 没有考虑到她的感受 那你现在考虑到她的感受了 你怎么想她 没有什么想法 反正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先解决这个 你这样想是没错了 但万一她 没有领到你这个情吗 别人质疑你金奖的事情 你不要太在意了 我在意的不是别人质疑我的金奖 我在意的是 你对我的态度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呀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你自己想想 你和她在一起 是什么感觉 他在乐!' 对 没问题 这些东西